中雨精髒的頭前白療兩頂中藥材提供給賓獎試吃 這中藥材是要改善青少年的體質 讓他們在發育的期間可以有更好的發育效果 一般來講秋天開始就是屬於比較涼補的 如果說到冬天就屬於比較溫補 就是比如說寒流來的時候就比較水溫補的 然後赤磚五芳除了長高之外還要調理它的體質 比如說你有過敏體質 食慾不好 或者是說它的發育比較遲緩的 那這就是可以改善它這方面體質的 中醫師表示 現在這期已經開始進入秋天 當時改善青少年會有體質的好時期 不過要長久 不僅然越有越多 一些體質比較多的青少年也一定要經過醫師的精斷 這裡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還是要跟執詢醫師就是要做體質上的調理 因為每個體質不太一樣 還是要執詢醫師 就是說像比如說有些容易長青人痘痘 或有流鼻血 或者是它月經不正常 還是說它有皮膚過敏或皮膚過敏的體質 那就是可以做一個綜合調理這樣 很多家長知道有不用給試吃的多年 都趕緊帶到小朋友來試吃 也有家長認為 百萬春天改善體質的時期 開始對小孩發育有幫助 補方你要配合就是說你要律動 然後等於是說刺青的那個生長板 那給它一個壓力呢 讓骨頭能夠增加它的生長速度這樣子 對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嗎 對 男生跟女生的 一般它調理體質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有分 男生跟女生的那個專補方式不一樣 還有那個女孩子的話 就是出境有來跟沒有來 我們也是有分 我去年就有吃了 覺得有效喔 嗯 對啊 怎麼有效喔 嗯 飯比較快吃得下吧 對啊 感覺吃這個發育比較好 對啊 新年輕人的發育 最重要的調整體質時間 是十歲九十七歲 家長可以把這個時間 好好帶孩子來改善 不過千萬不能補過頭 繼續大家來 彩虹報導